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是Vincent Hello,我是Chrisy 其实现在英国的经济是一般的 有大部分市民就担心了 现在我们英国的首相 司纪然、工党 他早前就说了 说将来十月底 会有一个一连串的加税措施 而这个加税的措施 会涵括影响很多人 低产、中产、中高产、富豪、超级富豪 随便一样都会影响到你 加税的措施 所以现在 有影响到现在市民有点担心 就担心经济会不太好 可能英国会跌入经济衰退 是的,那就变成了 大家的信心是有下降的 没错,现在市民的信心 对这个工党 他们的一连串的措施 真的信心下跌 没那么有信心 而且之前投票的那群人 那个投票者 都觉得后悔 投票了他 即是他 为什么投给他 他会加税 会影响到他自己 那个荷包 刚刚对上那条片 我们讲过英国富豪 离开英国了 变卖资产 那些富豪是说几亿的 几亿的 几亿身家的 或者几十亿身家的 港元 你会容易点明白 英国富豪 变卖资产 就走了去杜拜 最多的了 现在讲的这个表 就是说 全世界最多的那些富豪 流入和流出的国家 杜拜是最多的流入的富豪 富豪 亿万富豪走过去的了 走到这个国家的了 是因为那些税很轻的 很低的税项 而且这个国家治安非常之好的 你带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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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链��� 原來是中國,一枝獨首 第二就是英國 我們在上一段影片講 有一個有錢人就是Charlie 億萬富豪 他是英國人,他離開英國 如果你想知道Charlie的故事 你看回我們在上一段影片 就講他為何會離開英國 以及他的法績史 大家看回我們在上一段影片 第三就是印度 劉失,劉失富豪 南韓 俄羅斯 巴西 南非 台灣 Ligeria 以及越南 這些紅色全部是劉失的 劉失富豪 我們講回英國,為何這麼多富豪離開呢? 其實他們就是不滿意這個工黨 以及其實他也不滿意上次的保守黨的政策 是很不滿意的 以及今次這個工黨的施政政策 以及加稅政策 他是Dirk的富豪 即是國的韭菜 所以英國富豪就不斷離開了 越來越不滿意這個政策 用行動告訴他 我不滿意,所以就離開了 最嚴重的是什麼? 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就做不到事情了 做不到事情 那怎麼辦? 就是沒有錢 然後還要政府去養你 現在英國很多人病 英國已經成為歐洲病夫 真的很噁心 你想想 李小林拿著牌子死去東亞病夫 是50年前 但是現在英國成為歐洲病夫 整個歐洲最多人病 搞到沒有動力 搞到現在有430萬人沒有經濟活動 真的沒有經濟能力 這幫人因為病的關係 因為他們已經病了 長期病患 那就做不到事情了 因此成為歐洲病夫 現在英國人 真的很難聽 其實真的沒辦法 他心想真的這麼說 他們因為健康 達到問題了 這是歷史性的規模 這一場危機 他現在還說是妨礙了經濟的繁榮 以及發展 因為這幫人很重要 430萬人 這裡有多少人 另外 還有說 因為越來越多人 因為長期病患 搞到失業了 以及健康狀況有問題了 我們的經濟現在 是很難有增長的 這個時候 你這樣做 是影響了整個英國的經濟發展的 還要搞到現在 英國的NHS醫療系統負擔沉重 他就要長期看醫生 長期看醫生 你引致整個醫療系統 就崩潰了 你這樣搞 多少人 430萬人 是啊 因為NHS醫療 其實他們 一向都說 已經是不夠人做事 你再多了 人不舒服的話 是真的增加了負荷 而且他們說是長期病患 即是說長期都要入醫院 又出又入又出又入 他病的時候 還要找人照顧 他的家人 而照顧他的家人 都因為他的家人 有人病了的關係 而影響到他們的謀生 出來找工作做 都要抽時間去照顧他 而影響到整個英國的經濟 陷入了低潮 這裡又說了 他說 七個國家裡面 七國 G7 他說 美國表現最差的人的健康 美國最差 英國排第二 平均英國的健康的壽命 是大概68.7歲 日本比較好 73.8歲 意大利是70.9歲 法國是70.5歲 即是說 英國的健康真的比較短命 而日本人是最好的 是的 日本是最長命 這裡有說 英國有25.9%是胖半 比較肥 美國是最肥的 英國排第二 日本4.6%其實是最後 即是最瘦 日本人5肥半 意大利12% 法國14.4% 德國16.7% 即是說德國排第三 最肥的 為何美國那些人這麼肥 健康最差 為何最差呢 因為美國出名的 Jump food 以及吃些好東西 很油膩 煎炸食物 很肥膩 淡淡肉 還有一件事 他們的部分很大 很多高糖份的食物 很喜歡吃高糖份的食物 還有很多可能 很難防腐劑 我不是這個營養專家 我不知道 但是 這裡可以告訴你 美國健康最差 第二就是英國 其實英國有少少 製作美國的文化 有 很重的 其實英國人很多的文化 比美國那邊影響 大家看看 消費者的信心度下降 這裡 疫情的時候 到了今年 2024年 四年 其實我們英國的 消費者的信心 對英國的經濟 都是負的 你看看 我們上一屆的保守黨 這裡插進去谷底 2022年的9月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卓韋斯 最短命的首相 渣旗 你看 插進去-50 所以你說 真的不行 我們一直 英國的政黨 無論上一屆的保守黨 以及今屆的工黨 其實都是 零以下 是負數的 對經濟的信心 從來 這四年裡面 沒有是正數的 沒有正數 那個信心度 怎麼辦 就是說 我們英國的政府 那個政策不行 真的不行 所以搞到你的信心 那些人都不夠膽去花錢 不夠膽去花錢 那怎麼辦 就是說經濟一潭死水 你一定要靠外來的人 去大脅你 靠什麼人 靠遊客 最直接的 以及一些投資者 投資者 投資者投資到英國 那裡 生意 經濟 別人幫你搞起來 如果連別人幫你搞起來 那些投資者 都不來英國的話 你就麻煩了 你只靠英國本地人 真的麻煩了 你看到 原本 那個消費者的信心 是開始 好起來 上升了 但現在 去到九月 又下跌了下來 開始 這裡寫著 九月份 信心度 是減低了 副二十 原本 新韋城接手 卓偉詩這裡 接著很快就解僱了 最短命的女首相 一解僱了 新韋城接手 其實是不錯的 經濟一直是這樣的 其實是好一點的 雖然很多人都不喜歡新韋城 我坦白說一句 他接手了 經濟是好一點的 一路上 工黨接手 7月4日接手 他又拆下去了 對嗎 那數字是無法騙的 這只是開始而已 再講 他說 他說現在 英國 多了人存錢 而且存錢 那些人是越來越多的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他賺了錢 現在想存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不太想消費 經濟就變成不活躍 經濟不活躍 因為沒有人出來消費 不算很多人出來消費 其實圖表也要告訴你 我們在疫情的時候 是2020年至2021年 那段期間 很多人都留在家裡 疫情 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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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城之後 就不會亂花錢 其實2020年的時候 多了人存了錢 是因為我們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去消費 當時封城 旅遊業又生了 旅遊業 是的 我們每個都困在家裡自己煮飯 有一期 還有高端消費的人 死了 賣名牌的高端消費 買包包 買靚錶 那些奢侈品 都死了 只是吃的 其實基本上是買菜 那些生意最安全 那些生意 那些人在2020年 疫情的時候 存了很多錢 一開關 就是 疫情一過 是不是 每個人都打了針 或者疫情一減退 每個人都不斷揮霍 所以 這個年份 2022年 每個人不斷花錢 是不是 好像放監 是不是 好了 接著通脹 忽然之間 俄乌戰爭打仗 經濟不好 很多地方的經濟死了 變成那些人又沽航了 因為現在擔心 就想積谷防機 大家看看這條線 2023年 到了2024年 那些人儲多了錢 為什麼 因為他擔心現在的經濟不穩陣 無論你身處在哪一個國家都好 你覺得 Cash is King 保持多些現金 在這個褲袋那裡 這樣 你就儲多了錢 來應付你日後 遇到的難題 就是很多東西 物價會飄升 你預計不到的困難 不是很願意花錢 在一些無謂的東西 省得就省了 或者要花得有價值一點 是啊 因為現在九月了 下個月就是十月了 開始會變動 很多人可能儲定錢 給能源費 還有 是的 我們歐洲這一邊 一到達入十月份的時候 每樣東西都會貴一點 正如剛才Crisy所說 能源費一定會貴的 接下來的十月 能源費會加十百分比 為何呢 英國這裏的長者 初初投給私己燃 投票 投給私己燃 希望他可以做好一點 我投給你 投給他之後 幾個月後 他就說 開始加稅了 下個月 下個月未準備加稅 還有一些東西他會剪掉 即是公共開支就削減了 還要加稅 他說現在九百萬個長者 九百萬個 退休人士 以前一向有這個 拿能源津貼的 在冬天 通常冬天是最難捱的 每一個長者怕冷 年紀大 他們家屋要開暖氣 以前政府一向都有 最多的三百磅津貼給他們 OK 現在沒有了 這些長者九百萬個 沒有了 那便剪掉了 那便剪掉了 那便剪掉到哪裏呢 這些能源補貼 原來便去了公務員那裏 包括初級醫生 護士 教師 以及開火車的司機 全都給他們 剪掉了老人家的津貼 所以老人家就很不開心 在這個位置那裏 便覺得投票 投給施己然 便好像被他出賣了 現在 當然有人也覺得施己然是做得好的 包括那些勞動階層的人 便覺得施己然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始終 司己然是比較照顧一些勞動階層的人士 譬如公務員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些給他加薪那些 有著數的那些 因為他加薪 加薪 加薪就覺得有著數 有著數便覺得他做得好 現在英國的負債是很嚴重的 英國國家的負債 達到100%的GDP 60年代是試過一次的 怎知道你今年已經是最高的 你想想是誇不誇張 英國國家統計局 ONS 星期五了 9月20日公佈了 英國的國債 以及國內的生產總值 即GDP 比例正式達到100% 累計的債務是高達2.77萬億英鎊 是大概28.7萬億港元 這個比例是63年來 首次達到100%水平 工黨政府警告 下個月的30日 頒布這個財政預算案 會作出痛苦的決定 包括加稅、削減、福利開支 經濟學家指出 當局是真正需要關注 困擾英國多年的經濟增長 不夠力 經濟不行 大幅緊縮這個財政預算 是勢必嚴重打擊消費者的信心 即是這個國家的欠債 這個國債是這麼重要的 現在 因為其實很簡單 因為近這幾年 因為疫情 2020年 全世界因為疫情的關係 英國是舉債的 用了很多國家的儲備 去進行疫苗 有很多津貼、補貼 給那些做生意的人 那些小型企業 或者中型企業 都有補貼的 以及有很多其他的津貼 給那些不同階層的人 還有 英國撥了很多資金 當時在NHS的醫療系統 幫那些人去治病 因為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如果再不賣錢下去 就會崩潰 因為又有通脹 俄烏戰爭 英國又用了很多資金 去幫助烏克蘭打仗 英國已經花了幾千億 再加上英國的軍備 去提供給烏克蘭 還有 英國一向都有貼了很多錢 幫助那些難民 那些難民由坐橡皮艇走過來英國 又要招呼他們住酒店 四星五星酒店 又要安排食宿給他們 那些每天的支出是八千萬港幣 即是八百萬英鎊 為港幣即是八千萬 每一天 你想想那條數目 你每天這樣滾下去 你一年埋單是過千億的 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現在又有通脹 每一年都有少許的通脹 所以他每貼的錢 每一年都是昂貴 一年比一年昂貴的 那個成本 你貼下去 無論給他們打仗的資金 無論貼下去給那些難民的食宿 住酒店 每一年都會增加的 那個成本 所以雪球越滾越大了 滾起來 變成了英國的負責 有真無減 而且英國的稅收不足 每一年的稅收不斷在減少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英國現在這幾年 越來越多實體店倒閉了 倒閉了 倒閉了 那些實體店 比傳統的倒閉店 慢慢開始就越來越少了 我們早幾集都說過了 英國的倒閉店 不斷地增加 大家可以看回之前那幾集 你可以知道更多了 給網購 打謝了 這些傳統的實體店 以及現在經營的成本昂貴 燈油、火、納水、電煤 全部都昂貴 連年都有增長加價 又有一些通脹 連年又有少許的通脹 租金在英國都可以很昂貴 有些區便宜 有些區很昂貴 還有英國的商業差響 是可以很昂貴的 種種的原因之下 再加上現在的經營成本 就是我們的人工 英國的最低工資 每年都會加少許的 話說是最低工資 但是很多時候老闆 他要給最低工資多加少許 才會有人願意去做的 因此種種的跡象加起來 現在英國做生意 尤其是實體店 是貴了很多的 成本 而是被網購打謝了 所以我們的Local Council 英國每一個區域的本地市政府 他們的稅收就越來越少了 他們是靠什麼呢? 英國的本地Council 他們的稅收是靠商業差響 商業差響就會減少了 因為你多收拾店 收拾店越來越多 他們的商業差響就越來越少了 我們的本地市政府的Local Council 唯有只依賴就是我們住宿的差響 而本地市政府唯有要依賴居住的差響 Council Tax 來維持他們的稅收 但是不夠 因為英國不斷接收難民 他安排之後 就會分配在不同的英國地區 來收容難民 那些難民的支出 很多時候都是要市政府去埋單 而市政府埋單的時候 另一方面又要應付因為失業 剛才我們說了 因為多收拾店 多收拾店 多人失業 多人失業的時候 很多人就變成搞到 可能要睡街了 因為失業搞到要睡街了 變成那些人所有的支出、洗費 都是由市政府去埋單 埋單是誰埋呢? 其實是納稅人埋單的 你想想多嚴重 總結了今天整條片 就是說 其實英國現在就粒粒亂了 真的粒粒亂 亂得很厲害 你想想 剛才是不是 內憂外患 是不是? 你內邊又擔心 內邊又憂 很多東西憂 現在內邊英國 現在本土很多東西憂 憂柴憂米 是不是? 你稅收又不夠 是不是? 你忍著扯高一些稅 因為你是國債 你現在一個國家欠落很多債行 你需要多些錢去填債 但是這些錢從哪裏來 問題是 是不是? 你的稅收 你而不夠了 你想很短的時間 徵收那些人的稅行 但是你大佬 你可不可以慢慢來? 你這樣一下子 這樣刮下去 是不是? 雖然他那個加稅的措施 說接下來十月底 但是他已經 他漏了風聲 說他會加些什麼稅 我們前段影片說 他漏了風聲 說他會加遺產稅 以及資產增值稅 是不是? 那裡漏了風聲 那麼那些富豪 很多人就索性走了 索性離開 或者計劃離開了 離開英國 或者計劃了 很多人都不滿了 覺得這個政府 所以現在英國真的是 立立亂了 他現在是想著削減公共的福利開支 問題是他撥了一些款項 去打仗 以及在難民那裡 那筆數很大 每一筆數是過千億的 那你用在本土居民那裡 這裡本地的市民覺得你不夠 放的資源放得不夠 放在本地居民那裡 而且很多人又說病了 又說失業了 又這樣那樣 不夠效率 是不是? 工作就變成不夠效率 很多事情都拖慢了 間接影響到整個英國的經濟 我想說 有人說 美國還欠很多債 美國的國債很多錢 不知道多少萬億 是不是? 很誇張 英國有這個債項 有什麼奇怪呢? 欠債這麼高 欠債高 如果你有本事 可以還債還得 即是還債的能力還得高 其實是OK的 但最拿名的是 英國現在還債 賺錢的能力 不是這麼強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美國的賺錢能力 是很強的 雖然美國欠債這麼厲害 但是美國有七大巨企 七大巨企 不用我講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巨大的巨企 蘋果、亞馬遜、Google Eon Musk NVIDIA 那些晶片業 他們可以賺全世界的錢 全世界的錢都可以給他們賺 又有超市 Costco 全世界都有分行 他們的賺錢能力極高 美國那裡 就算美國欠了巨債 他也有本事 可以賺錢回來 去貢獻給國家 這是最重要的 美國又懂得印銀子 印美金 全世界都需要美金 但問題是 英國沒有什麼賺錢能力 英國本身的國家 賺錢能力不夠 尤其是他賺街外錢 能力比以前弱了很多 這件事真是 英國都扣分了 沒有這樣的手瓜 去跟別人咬手瓜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講來講 如果英國 有本事可以 還到這麼高的債項 你舉債就舉這麼多也無所謂 現在不排的 相反 所以現在英國面臨內憂外患 現在英國內憂就是剛才所講的 現在英國是優柴優米 那外患 外患 就是你不能夠賺到街外錢 因為你賺街外錢不是不聰明 你沒有什麼本事賺街外錢 這件事 變成英國現在 就算你欠了這麼多債項 你有排還 雪球還會越滾越大 你想想怎麼搞 如果這樣 你唯有只有徵收本地人的稅項 你唯有賺不到街外錢 你唯有徵收本地人的稅項 不斷徵收他 那些人怕了你 怕了你就走 走得就走 當然了 有些不走的就留在這裡 看看他怎樣 看看國家 對不對 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你想看看他變成怎樣 我不是說英國將來會越變越衰 我不敢這麼說 我沒有未來的天眼通 我看不到這件事 但是我看到他的勢 就弱了一點 就是國勢弱了 比以前弱了很多 我希望他可以好一點 但是現在無奈 你看到前任的保守黨 以及現在的執政黨的工黨 他們的能力不太好 就是你給不到別人的信心 你也看到現在的市民的信心 對這個國家是不斷下降的 之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英國的經濟是內憂外患的 就是這樣 今集的影片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如果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可以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會有獨家影片 好多謝你的支持 來自拍片 我們下次再見 來自拍片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